Hello 大家好 我们经历了历史长达半年多的硅脂长测结束了 其实早就结束了 本来早就应该做这个测试总结了 但是后面我们又内测了几款新材料 效果确实都非常的不理想 我们直接视频都没发 这个总结就一拖再拖就给耽误下来了 由于我们这个测试方法费时费力 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竟然只测了这么几款硅脂 各位看官老爷 就看在我们给国家电网贡献的这2000多度电的份上 不妨来个先赞再看 这期间我们还企图琢磨一个标准参数出来 来定义一款硅脂的衰减程度 从芯片的温度逐渐上升 直到功率的衰减的过程 但确实好像不太好定义 怎么算都是有缺陷的参数 最后还是简单一些 其实我们耐久测试最大的目的 也就是在探究不同型号的硅脂 在不同芯片上的耐久表现 那么我们就把参与评测的所有的CPU和显卡 我们独立的还进行分析 视频最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 在不同芯片上的导热材料适配性的推荐 首先是这个台式GPU13700K 功率上来看基本都是在215W左右 因为测试过程中功率是有波动的 但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正常测试的偏差 功率一样 那么我们只对比温度的变化 这几款导热材料的上机温度和 15天后的温度数据表现如下 可以看到整体上这几款硅脂都经受入了考验 最大的衰减也就两度的温差 温度差异很小 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测试误差 这里也要插上一句 台式GPU并不是说不适合相片化材料 只是相片化材料刚上机的前10分钟或者20分钟 它的温度表现确实是不如传统硅脂的 但是在充分压薄几出之后 相片化材料的温度表现堪比一线硅脂的 只是没有明显的优势而已 整体上这几种材料 烤机才有两三度的温差 在日常使用中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第二款是3080的台式G显卡 这几款硅脂的温度差异再次被缩小 虽然显卡的功率已经跑到了370多瓦了 功率都是能跑满的 差的那一两瓦也属于误差范围 温度表现上差异更是非常的小 从58度到最高的59.3度 这个数据也可以算是误差范围了 15天后的数据只有信约的7868 算是最大的衰减2.8摄氏度 其他型号的温度变化都在2度以内 但是非要分个高低的话 两款的线密化材料表现也是更加稳定一点 温度衰减也只有0.6度和0.4度 第三个芯片我们来看一下红米机上的3060显卡 这几款材料上机温度最低的是 TiE諾的PCM800X 79.8摄氏度 最高的是陶希的5888 但是整体的差异都非常小 偏差值最大也就2.1度 也不能排除温差导致的影响 经过15天的耐久测试之后 这几款规则的差异也没有拉开 这里表现最差的是TiE諾的MNF 最好的是冷酷师的9211 差异也都不大 MNF这款规则虽然在台式机CPU和台式机的显卡上表现很好 但是在笔记本上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所以最后我们也并没有上架 第四个芯片我们来看拯救者的3070显卡 功耗都保持在了150瓦 没有明显的衰减 其中陶希588算是个例外 因为散热器当时压偏的问题 导致了热点温度升高 所以功率下降了 我们评测时也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排除掉物理因素之后 极款导致材料在移动的3070上表现都非常的稳定 尤其是15天耐久测试之后 温度偏差整体都非常的小 只有7921和MNF超过了80度 其他都在80度以内 以上这四个芯片 无论是台式机的CPU 还是台式机的显卡 笔记本的显卡 这几款导致材料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作为普通用户来说 不去天天我们这么极限的烤机测试 用哪一款材料 差异都不会太大的 下面是我们测试的重点部分 移动版CPU部分 首先是红米机上的580H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新月7921 新月的7868 泰尼诺的MNF 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衰竭 尤其是7868 功率快要掉了一半了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也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另外四款材料都保持着功率 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来对比温度 泰尼诺的PCM800X 反而表现是最好的 只有92摄氏度 意外的是陶西的5888 竟然比7950的表现还要稍好 但是差异也都在一度左右 这个可能也就是误差范围 第二个移动的CPU 是拯救者的12900H 这个芯片上的数据 在测试后期可能就不太准确了 因为散热器或者说电路板变形 可能导致的温度会有一些差异 更换散热器 我们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并且由于CPU功率太大 这个散热器本身它是压不住的 不管是什么规矢 就是我们当时新买来开箱 它也是97度 所以在97度的情况下 我们就来对比功率的数据 这里面表现最好的是 霍尼贝尔的7950 其次功率最好的是 台阴动的PCM800X 但是这里还是要说 因为这台机器后期的散热器变形问题 这一部分的数据大家仅限参考就好 第三个移动的CPU是一个 零克的1260P低功率的CPU 只有35W的PLE功耗 所以这几款操饰材料都没有出现功率的下降 都保持住了35W 剩下我们就单纯的对比温度 由于这台机器在测试完霍尼贝尔7950之后 才加入进来 所以缺少了7950的数据 但是同样的项面化材料800X 确实是表现的非常好 相信7950的表现也会不错 这里比较意外的是冷库师的921 在这个低功率的移动CPU上的表现非常的好 甚至是和泰尼诺的PCM800X一样的温度表现 陶希的5888温度表现排在第二只有82度 反而幸悦的7921和7868两兄弟表现垫底 15天的耐久测试之后 温度升高到了88度 这两款移动CPU分析完之后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 我们还没有准确答案的猜想吧 那就是英特尔和AMD的移动版CPU 它们的热篷出现象 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因为测完这几款材料的后期 我们又测了一些新材料 尤其在一种新材料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这款材料在AMD的移动版CPU上 表现非常的好 也很耐久 但是换到了英特尔的CPU上 可能衰减的就非常的快 甚至只需要一天就可以衰减 但是具体是为什么 这里我们还不能给出大家一个准确的结论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讨论 所以哪种导热材料最好 可能没有一个什么绝对标准的答案 台式机CPU 包括各种显卡 那么使用普通的导热硅脂 当然合格是一个大的前提 或者相片化材料 差异可能都不会太大 当然非要说细微的差别 也许相片化材料是略胜一点点的 毕竟我们的测试周期还是太短 也许更久的测试以后 这个差异才会被放大 但是在移动版的CPU上 这几种材料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差异 硅脂类材料出现了很明显的温度上升 甚至是功率衰减加温度上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视频里一直在说的 移动版CPU的芯片高温撬取的问题 这类芯片由于发热不均匀 在高温下反复蓬出 缩回 在微观层面和散热器形成一个反复的挤压冲击的过程 从而导致稳定性比较差的硅脂 会出现pump out或者dry out这种现象 但是在台式机CPU上 由于有一个大铜盖作为均热板 而显卡芯片更是因为它的发热相对更均匀 虽然也有这种热膨胀的冲击现象 但是力道非常的均匀 所以台式机CPU和显卡上 不容易产生导致材料的衰减现象 这些数据分析到这里 我想我们基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了 那就是普通硅脂已经很难再适应 如今的高性能的移动版CPU了 英特尔和AMD这几年 他们把芯片的功率越做越大 芯片的尺寸还越做越小 那么功率密度越来越高 对导热材料的要求也就更加的苛刻 在绝缘材料的范畴内 相片化材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更合适的选择 但是在台式机CPU和显卡核心上 由于它的芯片面积足够大 而且发热的更加均匀 普通的导热硅脂依然表现的很好 当然相片化材料的性能一致的同时耐久也会更好 这个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就是打败自己的往往不是同行 比如硅脂的头部厂家信音乐陶希 他们在硅脂这条路上坚持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还在不断的优化 但是你不管怎么优化 在移动版的CPU上也是表现的比较吃力了 讲的也比较乱 听到这里还不太清晰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下面这张表格 做了一个CPU和显卡导热材料的推荐表 这里我们非要把显存和供电芯片也加入进来 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新手同学错误使用 硅脂和相片只是在CPU和显卡的核心部分使用的材料 显存和供电芯片应该是使用导热垫片或者导热凝胶 但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导热材料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也基本上是跟着芯片的性能提升在不断进化的 往前说个七八年 那些赠品的小袋硅脂 甚至那些金硅脂银硅脂什么的 大家用着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 但是后来随着芯片的功率越来越大 普通的硅脂在移动CPU上的表现就出现了问题 节点大概就是当年的8750H是在开始的 我们在日常客服中接到了大量的关于硅脂衰减的这种问题反馈 到后来发现了高性能相片材料 再到现在有了国产的高性能相片材料 最近这几年确实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未来的五年还会有某个节点的出现 也会有更多的变化和进步 也许英特尔和AMD能不能调转穿头 跟苹果的M1 M2那种ARM类的芯片学习 芯片的发热量呢急剧减少 这一切的问题呢都不存在了 也许呢芯片还会功率越做越大 那一定会有更加高效更加耐久的导热材料出现 我们呢也会去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去测试验证 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全的导热材料的参考数据 看到这里呢不妨给我们来个关注和一键三连吧 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 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